反对党议员今天又在国会挑起了拨款课题 国盟亚罗区国议员纳都斯里尔沙西弹就抗议 执政党国议员获得拨款 但是反对党一分钱也没有 因此要求安华给个交代 安华随即就表示他已经说了 政府同意发放拨款给反对党 可是朝野双方需要先协商规定 他还向反对党议员喊话 准备好了就来谈判 如果不要的话也没关系 国盟亚罗国会议员沙西弹在国会抱怨 执政党国会议员今天拿到了拨款 反对党议员却没有获得公平的拨款 面对在野党议员的质问安华就表明 政府早就批准了拨款 问题是反对党的领袖 一直没有和副首相阿莫扎西协商 所以钱才没有到账 安华表明反对党议员一直骂他不给拨款 但他早已跟一党班格亮议员端伊布拉辛 说了已经批准拨款 朝野代表可以开始谈判 国盟哥打巴鲁议员打击有丁随后站起来回应 这是他第一次听闻此事 要安华再三确认 真的有说过吗 对此安华指出 此事交由副首相阿莫扎西负责 只要他同意有关条件 代表政府也会同意 八度空间小子惠张宇柔国会大厦报导